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屋里有业务 非要出去 从小习惯了 用业务力解不出手来 来 快过来 茗玉 恶心 恶心 不要脸 茗玉 茗玉 你听娘说 我不听 我不听 我很恶心 不管怎么恶心 他也是你爹呀 他不是我爹 他不是我爹 小声点 这件事情要是被别人听到了 娘和他就都比命了 你也不想了 有些事情 娘也不想瞒你了 关锦 他不叫关锦 他心惠 将为广元 和娘是一个村子的 魏家 有五个儿子 没有女儿 所以从小 魏家 就把他淡做女儿样 给他扎小鞭 给他穿红衣 严谈举止 都让他做女儿状 杨 从小 就愿意跟他一起玩 后来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四书 每次去四书的时候 我们都要经过一条河 每次过河的时候 魏光内 都会让娘骑在她的脖子上 一条河 都会让娘骑在她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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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将来嫁到哪儿 她都扮成女的 做我的天神丫鬟 重身陪伴着娘 十七岁年年 我嫁到了苏家 陪嫁过来的丫鬟 她就是魏光源 她起了个女人的名字 叫婚姬 她是个好人 为了我 把男人的一切都打进去了 不管你怎么看这件事 她都是你爹 茗玉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 要是说出去别人知道了 娘跟你爹 就没命了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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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